熊孩子为了吓唬别人 竟然拖走了父亲的针枪 并拿走了所有子弹 还将其中一颗塞进了弹甲 殊不知他即将酿成大祸 随后他来到大厅 拿起枪对准了母亲 扣斗扳机 好在放了空枪 他与将枪对准了父亲 不止新的父亲立刻将他赶了出去 来到街上 熊孩子加枪对准了游地员 游地员见状 立刻配合的举起了算数 就这样他幸运的躲过一劫 随后熊孩子来到一家商场外 准备拿钱玩摇摇摇 可一不小心将子弹掏了出来 他随手捡起子弹 装进了弹甲 接着他拿起枪 掩开宿枪 好在都必放空 这时一面走来一对妇女 熊孩子立刻瞄准 准备扣托扳机 见女孩跑了过来 他停止了射击 女孩也想做摇摇摇 父亲现状 直接将男孩给抱了下来 就让熊孩子活为不满 他立刻掏出了手枪 就在准备扣托扳机时 他转到了弹甲 隐心运弹又打空了 之后熊孩子进入上场 见一个小男孩 正在给玩具枪上台 他也悬了起来 将口袋里的子弹 全部塞满了弹甲 这下可没有几率放空了 这时他又碰到了 抢自己摇摇摇的妇女 他立刻取起枪准备复出 千军一发之际 把小男孩冲了过来 成功将他吸引走 没多久 玩意的熊孩子回到了家 他拿枪 又会长了自己的薄姆 可保姆并不想搭理他 这让熊孩子下定了觉醒 与此同时 父亲在收拾箱子时 发现了问题 电子弹何时空的 赶紧擦看自己的手枪 发现是把玩具枪 克里克明白了一切 飞机一中间的车发 子弹射在了镜子上 保姆这才发现 是一把真枪 这把熊孩子吓了一跳 赶紧跑过去 找到了